《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愛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張富昌 今天國際媒體都聚焦在 俄羅斯出兵克里米亞 以及昆明的恐怖殺人事件 待會節目中 我們將會為你做詳細的分析 除此之外 以色列正在檢討 猶太教正統教派 哈瑞里教徒是否應該要當兵 結果如何將攸關以色列的國家安全 而您聽過土耳其探狗嗎 這和阿根廷探狗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我們來談談俄羅斯出兵克里米亞 所引發的國際安全問題 上個週末普丁總統突然下令 俄羅斯軍隊進入克里米亞 立刻包圍了烏克蘭在 克里米亞地區的步兵基地 烏克蘭海軍總實力馬上宣布 效忠俄羅斯而親熱民眾 夾到歡迎俄羅斯軍隊 一夕之間 克里米亞完全被俄羅斯佔領 就國際法而言 克里米亞是烏克蘭的領土 因此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 確實已經違反了國際法 侵犯了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 不過普丁基於保護克里米亞俄羅斯人 和俄羅斯黑海界對的安全為理由 強行出兵克里米亞 國際法的位姓也只能夠被 普丁總統輸至高格 况且這次出兵是獲得俄羅斯國會的批准 因此普丁是有很強的國內支持 這讓西方國家感到相當疾受 當然西方國家也在第一時間 做了很多意見交換 最後採取了三種迴運方式 第一 召回諸俄大使 以示抗議 第二 貝格蘇西G8高峰會 並且威脅要取消俄羅斯的G8會員國身份 第三 考慮要凍結俄羅斯企業 在西方國家中的資產 西方國家這種做法 主要是要製造一種政治和經濟固定的壓力 讓俄羅斯屈服撤軍 但是西方國家卻完全沒有提到任何的軍事回應 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理性的回應 如果貿然對世界軍事強國俄羅斯動武 那將是一場不可收拾的戰爭 況且在世界戰爭史上 從來沒有發生過美國和俄羅斯正面交鋒的例子 頂多是由美俄旗下的國家打一場代理人戰爭 例如1967年的六日戰爭 或者是美俄雙方來一場默契遊戲 這就是說如果美國執行軍事干涉 那麼俄羅斯就口頭抗議 但不做任何的軍事還擊 1990年代波西尼亞戰爭和科索瓦戰爭 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相反的2008年的喬治亞戰爭 美國也是做事喬治亞被俄羅斯軍隊猛烈攻擊 而沒有任何軍事回應 從這些歷史事件來看 美國對於俄羅斯這次出兵 也應該不會有任何軍事行動 從此之下只會循著外加途徑來解決 目前美歐國家所採取的政經顧慮策略 能不能讓普丁屈服還有待實際的討厭 克里米亞半島衝突一觸即發 烏克蘭前海軍總司令比瑞索弗斯基 上任才第二天就政前倒戈 宣布改變立場 烏克蘭政府也馬上以叛國罪將他革職 俄羅斯未發一槍一彈 就已經實際控制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 俄羅斯總統普廷3月1號在國會許可之下 以保護俄羅斯公民為由出兵烏克蘭 俄羅斯位於黑海的海軍基地一舉拿下克里米亞之後 3月2號俄羅斯包圍一些小型的烏克蘭軍事鋼哨 逼迫烏克蘭軍方解除武裝 冷戰之後 莫斯科和西方國家之間最嚴重的對峙衝突正在克里米亞半島發酵 而克里米亞內部親俄和親烏克蘭的勢力也出現不斷角力的情形 手裡緊緊捏著黃藍兩色的絲帶表示對於烏克蘭的支持 在克里米亞職業的醫生雅琪馬不敢面對鏡頭 但是說到歷史傷心處被對鏡頭的他一邊啜氣 一邊還是要說出兩代克里米亞人遭受歷史撥弄的命運 這一次俄羅斯總統普廷出兵烏克蘭的行徑也勾起了很多人的回憶 在全球群起抗議俄羅斯武力介入烏克蘭內政的遊行當中 可以看到民眾把普廷的半邊臉畫上了史達林 也有人幫他加上了希特勒的招牌小胡子 將他跟歷史上著名的獨裁者畫上了等號 俄羅斯拿下大部分都是俄裔人口的克里米亞之後 俄羅斯的鄰國人人自圍 擔心下一個就輪到自己 在昨天晚上我喜歡想說 我會想說不只在烏克蘭中 我看見也在烏克蘭中 我們是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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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狀態的狀態 在隱藏着國際法律 而且更多 他們只是會把俄羅斯放棄 他們不會跟俄羅斯放棄 在一般的商業的一般 烏克蘭向北約爭取奧元 並且希望1994年參與簽署條約 保障烏克蘭脫離蘇聯獨立後安全的英美兩國 能夠有實際的行動 但是目前為止 西方國家的反應都在打太極 英法雖然已經宣布退出G8峰會 但是烏克蘭的問題 依然還是一顆無解的燙手山芋 歐巴馬和普亭通了90分鐘的電話 雙方各有主張互不相讓 看來這場美俄兩強的角力 還要持續一陣子 我們將會持續為您追蹤與分析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昆明發生在中國昆明的恐怖攻擊事件 昆明是中國西南部第四大城 人口大約有600多萬人 目前正在努力成為國際城市 但是這個前景看好的城市 就在3月1號晚間 發生了震驚全球的砍殺事件 造成33人死亡 140多人受傷的殘劇 這起砍殺事件 發生在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舉辦的前夕 引起中國政府的高度關切 目前已經確定 這是一樁由新疆分離主義分子 所策劃的攻擊事件 這個事件的嚴重性有二 第一這是自從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 造成將近2000人死亡以來 最嚴重的殘毒恐怖攻擊事件 第二這個事件也是殘毒激進組織 首次大規模的跨省攻擊行動 這證明了殘毒勢力有逐漸增強的趨勢 面對殘毒的威脅 習近平要如何因應值得觀察 發生無差別砍殺的凶案現場地面一片狼藉 在場民眾有的倒臥解剖州 有的飽受驚嚇 這起令人髮指的濫殺事件 震驚2000公里外的中南海 這起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高度重視立即做出重要的指示 要求政法器官迅速無知力量全力鑽破案件 依法從嚴城堡報告分子 見識人員忙進忙出採集物證 與此同時超過百名傷患 被緊急送醫接受治療 床位一路從病房延伸到走廊 由於血褲吃緊 不少年輕人拉起袖子主動捐血 提供資源給醫院挽回更多生命 公安召開記者會展示暴徒使用的長短刀 還起初一面畫有阿拉伯字母的聖戰旗帜 根據這些物證有關單位推斷 血案系新疆分離主義分子所為 事發第一時間警察開槍擊斃四人 抓獲一人怕漏網之餘刺激行凶 當局鎖定昆明的維吾爾社區積極盤查 以前我們漢族人是新疆人很好的 沒有打架構沒有什麼什麼 昨天怎麼出來的 我一下就今天早上全部剪特征的過來 我們房間全部有唱的 選在全國政協以及人民代表大會前夕 犯下駭人聽聞血案 講讀團體聳動國際視聽的用意不言自鳴 天安門廣場頓時氣氛凝重 三步一綱五步一哨 因為這場政治大拜拜非同小可 若有任何政要出半點撕持 只怕鬧得滿城風雨 北京兩位期間同時也是現任領導人習近平 檢視改革成績單的時刻 其中媒體最關心的是習近平一年來誓言打擊貪腐 成效到底如何 未來可能要在官員的財產公開財政資金公開 要鼓勵更多的媒體監督等等這方面要下功夫 2012年兩會結束後第一天當時被視為政治新興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 就因收賄被逮捕 此後薄熙來從公眾視野完全消失 直到隔年八月出庭受審 薄熙來事件兩年後 另一名更高階的官員疑似涉灘 外傳正在接受調查 他就是前中國公安部部長周永康 周永康的兒子周斌是北京知名的紅頂商人 周斌夫婦二月底被茶灘小組帶走 與外界失去聯繫 原因是周斌涉嫌以非法手段取得公共出租房屋的營造利益 他的公司部署甚至幾名周家親人全都捲入案子裡 牵涉層面廣泛 路透社披露去年12月開始 周永康實際上已處於居家軟禁狀態 另外紐約時報也援引不願透露身份的消息來源表示 周永康正面臨調查 但礙於中共內部政治不公開 許多主流媒體仍難以核實種種傳聞報道 如果中共選擇在兩會期間公開 周永康將成為建政以來 因貪腐面臨調查的最高級別官員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以色列的兵役制度 以色列是個全民皆兵的國家 男男女女都有服兵役的義務 男性三年 女性兩年 但是基於忠誠度的考量 許多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不用當兵 除此之外 已婚的女性 身體不適者 或某些特殊的宗教團體都可以免除當兵的義務 但是以色列境內最近卻掀起一股論戰 討論猶太教正統教派哈瑞迪教徒 是否應該要當兵 哈瑞迪教派認為戰爭違反宗教 而且他們的教徒必須專研教義和律法 因此不宜當兵 不過以色列國會去年卻通過一項強制 哈瑞迪教徒服兵的法案 規定年滿18歲的教徒 都應該要和一般的猶太人一樣 履行服兵役的義務 而一般民眾也認為 哈瑞迪教徒應該要擅盡保家衛國的責任 因此也支持以色列政府的主張 哈瑞迪教徒大約有70多萬人 佔了以色列總人口的一層左右 數目不在少數 因此這些人當兵或不當兵 對以色列的兵力結構影響很大 因此才會引起這麼大的政變 高舉著戰爭違反宗教 以色列的猶太教極端正統教派哈瑞迪 抗議政府要他們從軍 還不忘手拿經典 不浪費一絲能夠祈禱的時間 哈瑞迪的社會 會幫助軍隊 起因於世俗派民眾的反感 以色列國會最近擬定了一項法律 要求這些信仰哈瑞迪猶太教的教徒 加入義務役 原本這些人豁免於以色列嚴苛的真兵制 現在如果法案通過 他們也無法置身事外了 哈瑞迪教派是屬於猶太教三個教派當中 極端正統教派 這個教派的民眾男性穿著黑色齊西的西裝 頭戴寬扁帽 蓄留病髮永不虛 女性通常也是一身黑 高領長圈 不可裸露所補小腿 哈瑞迪教派有自己的男女隔離學校 小孩到了14歲左右之後 便不再接受現代教育 而是專注於猶太教經典的學習 男信徒一輩子專注於宗教研究 不需工作 家中的女性則會打零工養家 以至於許多年輕的哈瑞迪女性 期待更高的學位或是改變 以色列採取聯合政府 極端正統教派 時常具有關鍵少數的作用 所以政治上保有利多 國家花了大筆的預算 支持這些教徒生活或是研究 並且豁免他們從軍 境地環似 讓以色列青年男女都必須接受義務役 男性三年女性兩年 不過若是阿拉伯裔的民眾 以婚女性身體不適 或因宗教緣故 則可以免除義務 採取自願制度 現在哈瑞迪信徒的豁免 恐怕未來會被收回 主要原因是他們人數實在太多 由於禁止捷育 平均每個哈瑞迪家庭 有6到15個孩子 已經占以色列800多萬人口當中的10% 而且人口成長速度非常快 不是生產 依靠國家捐助的結果 造成嚴重的財務負擔 近10年來 政府內閣完全沒有極端正統猶太教徒 勢力大不如前 改革聲浪四起 最近國會議員推動一項草案 要求哈瑞迪信徒至少要當幾個月的兵 但批評者說 4年後如果換政府 這項法條無法保證後續的進行 18世紀興起的哈瑞迪教派 當初目的就是抵抗啟蒙運動 以追求傳統生活 現在將他們拉到現實社會 他們恐怕難以接受 但責任與義務不可能逃避 這也正在改變這些日漸壯大 卻只想保持低調的信徒 最後我們來談談土耳其的炭狗文化 炭狗是一種雙人舞蹈 19世紀末發進於南美洲的烏拉圭和阿根廷邊界 男舞者和女舞者時而優雅時而激情的舞姿 使得炭狗成為舞蹈界的經典 2009年聯俄國教科文組織還將炭狗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種南美標籤的熱情舞蹈 在20世紀初起 逐渐在土耳其境內流行 當地舞蹈家 在原始的炭狗之中 加入了許多當地的元素 因此發展出一種別具特色的土耳其炭狗 現在這種土式炭狗 已經變成土耳其的全民舞蹈 輕快的音樂旋轉的身影 熟悉舞蹈的人一眼就看出來他們跳的是什麼舞 街頭藝人表演的音樂讓整座城市飄散著濃濃的南美風情 波斯普魯斯海峽上的一艘輪船 十多名舞者跳著Tango 搖曳身影的背後是伊斯坦堡著名的古蹟 源自南美的舞蹈飄洋過海到歐洲 還融合了土耳其的在地元素 來自阿根廷五十歲的醫師說 土式Tango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技術 在阿根廷 人們跳舞蹈 學習從父親和祖父親 而在澳洲人們都在採舞蹈 所以技術是 可能有人不見到的 但是技術是很棒的 1990年代中期 土耳其的Tango舞蹈學校 如雨後春筍搬出現 其中之間位在伊斯坦堡的 獨立大街 學校裡頭 幾乎天天都擠滿學員練舞 熱情如火的舞蹈 連名人也難以抵擋前來取經 布牛爾這一學就是一年半的時間 而原本是電腦軟體工程師的伊吉特 則是在三年前偶然接觸Tango 沒想到卻因此著迷 還獲得土耳其Tango錦標賽冠軍 現在雙手不碰電腦鍵盤 而是牽起學生的手教起舞蹈 不過仔細聽就能發現 土耳其和阿根廷的Tango同種有異 阿式Tango的伴奏樂器 扭式手風行 被土耳其人換成了鍵盤式手風行 兩種音色有更大的差異 對於1917年、1920年 這年以來 既是外國軍力、軍力軍力 和白軍力的登場 在伊士坦布爾的生活中 非常影響 在某些地方 Tango錦標賽 土耳其的前身 鄂土曼帝國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 經歷遭列強瓜分的不幸過去 1919年 凱莫爾領導發起獨立戰爭 在1923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國 凱莫爾成為第一任總統 也是公認的土耳其國父 他不但終止政教合一 奠定土耳其世俗主義發展 也將推廣Tango列入西華政策中 1930年代 土耳其漸漸培養出 本土Tango音樂創作人 內克達便是當時作曲家的第一把交椅 一首《除菊花》紅遍西亞地區 除菊花還是土耳其第一首在英國發行黑膠唱片的歌曲 如今他的兒子也傳承著父親的音樂才華 來自南美的Tango在歷史的推波助瀾下 走進伊斯坦堡已經快要100年 不過Tango這卻沒有隨著時間走過而消失 反而逐漸茁茁融入選民生活 全球視野每天給你不同觀點 全新感受掌握世界脈動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明天見 令人文化 前掌握世界脈的 壓力 九阳